周五台股就像消风的气球 尽管外资天天买超 17号再次买超53.4亿元 过去一周合计买超216亿 但是周五在量能萎缩 金融股部捧场的影响下 大盘指数由红翻黑 中场收贷8596点 下跌16点 跌破8600关卡 外资买超现货 但是台子期的话 是布了1万口以上的空单 另外在3MAX摩台场内 基本上超过24万口以上的未平仓量 也是可以看成所谓的避险水位 所以说外资买超的个股 跟它整体上面的一个避险 它是做一个所谓杠杆的一个锁定 外资在现货市场连续买超 却也同时在期货市场避险 大玩买现货空期货的两手策略 过去一周买超最抢手的还是鸿海 其余像是联电台积电日月光和金电 也都获得外资青睐 外资买超也推升台股周线小涨66点 周四还一度创下29个月的颇短新高 达到8668点 农历年封关前渴望挑战 8700点大关 高低点都差不多在有限的一个150点以内 甚至只有100点左右 我预期下半周仍然是一个量缩 像海量资料这个部分 譬如说像穿戴装置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两大族群应该是 在今年的一个增长率上面看来 应该是最高的 距离封关只剩下6个交易日 分析师认为穿戴装置和海量资料类股 仍然会优于PCNB或是智慧手机 投资人不妨在这两个类股中多做选择 三连希望你从冰地心眼看不到 好我们就来看